大家好,这期跟大家分享兰花 有花有反应,由于在这个生长期是兰花的冒芽时间段 但是经过了细心的养护 每一步管理工作都做得非常到位 甚至有一些给它更换了盆土 兰花还是没有出现生长的迹象 像这种情况我们要如何解决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首先就是我们的兰花蜘蛛 有可能就是还处于休眠的状态 还没恢复生长活动 所以导致它区区不生长 如果给它更换盆土 之后它还是没有出现生长之下 也就是它没有恢复盐气 所以就导致它不生长 因为有些地方现在还是气温比较冷的 气温低的情况下 它就会进入休眠的状态 如果是因为这两个原因导致它不生长的话 我们不要慌 只要等到天晋回暖 再给它适用一次这种蓝君王 这种蓝君王就是一种吹牙之王 七到十天给它适用一次 一比五百的比例给它适用水交换 就能激发脊椎因子 能让它快速的恢复生长活动 如果像这种已经冒出了新牙 想要把它养成状牙 因为在这个三月份到四月份 是各种病虫害高发期 必须要提高抗性还有抗病能力 这样才能让它健康的着长 我们要如何提高抗性还有抗病能力呢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在盆土表面给它撒上一点小颗粒 这种小颗粒就是HB101活力素 它是颗粒型的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只要在盆面给它撒上一毫升 或者是用这个小勺子一勺给它撒到盆土表面 这样给它撒上 因为这种活力素既可以激发因子 又可以咬下的改良土壤 让盆土里面的有益微生物增多 减少一些咬害菌繁盐 这个新牙才会长成状苗 给它撒上之后 我们再给它围一次土壤 再经过浇水之后 它就会快速的溶解到盆土里面 被其株吸收 这种活力素不仅可以养成状苗 还可以活化土壤 让土壤疏松透气 不容易引起绑结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